我们手机所用的小天使呢 也都是双成对的 那这些都有设计特别设计 这个有蔬果的设计呀 玫瑰花的设计 这整个完整 就是外面都是没有人这样做的 那这个纯手工的东西也是超实用的 那你不用怕说这个小天使会怎么样 这个你带了你就是碰撞 碰撞到雨水都不会怎么样 那就是你在完成以后要碰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超强的白胶 不是一般的那个强力胶哦 一般的强力胶黄黄的 万一跑出来很难看 我们这个都是万一这个白胶 万一跑出来呢 不会很难看 这个是超强的那个白胶 那个文具店是没有卖的 那你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那个露天的晚拍有有有在卖啦 小天使他头顶上的光圈呢 我们是用夜银光图来做的 那你图戳得很细长 细长以后你拿着那个笔 看你要多大的那个圈圈 你就要拿什么样的笔 小圈圈你就拿小笔啊 这个这个我用那个油性笔这种粗的 那你黏好了以后 黏好了以后就就给它拔下来 就马上拔下来哦 不然干的它是会黏住的 拔下来以后稍微整理一下 它搓的扁扁 然后光滑的那一面往这里 往这个脸上 这个头顶这边用力给它压扁 压扁以后多的再压过来 压过来以后不够的 你一定要再把它填 填的差不多 好那剩下的土你要包起来 要盖起来 再来就是身体 身体的部分呢 我现在是给它穿绿色的 就是绿色的我先弄 好 多出来的你给它推上去 然后不够的 这个翅膀这里不够的 搓尖尖的直接就这样子 搓尖尖的 这个尖尖的地方你都要照顾到 多的呢 剪掉 这个也是算多的 都要修平都剪掉 都剪掉 然后用工具给它压平压平 压平这个多出来的呢 一定要给它切掉 不要超过模子 这个多的 多的不行哦 多的一定要把它拿掉 那你要推平 推平 推平以后呢 如果你动作太慢的话 就要沾一点水 把这个稍微抹一下 这样子它可以 哦 你看这样子 你这样用力的 让它是平的 你确定都有粘好了 这个就很好拿起来 这样子 然后你拿起来以后呢 你趁这个鼻子这里 还实实的就赶快把这个鼻头粘上去 好 拿出皮肤色来 然后捏扁扁扁的 光滑的这一面呢 就是往这个脸上这样压 先照顾好鼻头 鼻子那里 脸的中间 然后多的 再从这里凹 这个脖子这里 到下巴这里 都是属于皮肤色的 再来用身体 这个没有用的时候 黏土都是要盖在 石子巾里面 那这个男生呢 他有脚 他的脚分开来 这个分开来 你就是要先这样剪哦 这样剪了 这样翻起来的模子才会漂亮 你不要一大块的压进去 那那个脚就不会很漂亮 你要先剪开 剪开以后 再 再把这个土压下去 好 他的翅膀 一定要戳尖尖的 尖尖的 尖尖的 你到时候才免得在那边 推土 好 这里 那大块 土 感觉差不多了 就把它压平 压平 压平 多的呢 你就要修掉了 多的就要修掉 这个不够 土不够的话也不行哦 它就压不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给它 弄 不多也不少 这个地方有点凹 所以你还要再补 我们的模子是这样子 你软软的黏土就可以拔模子了 有一些模子是你一定要 像那个 那个手工罩的那一种模子 你一定要让土干了以后 你才有办法拔起来 那这样子就很麻烦了 这个要等多久才会干 我们只要湿湿的土 就很好拔起来了 这个模子不一样 不要比价格 这个模子不一样 而且我们这个都是独特的 都精心特制作的 好 你这样都压平了以后 你就可以 这个模子 你看土软软的就可以脱模了 就可以把模子脱下来了 不用等到你里面的东西 换石膏啊 换水泥啊 等它硬了以后 才有办法去把它脱下来 细细长长的 我一条 那个男生有一条腰带 不然好像在穿那个内衣啊 所以你有一条腰带 用起来就不一样 这样子腰带 腰带呢中间有一个这样子 这样看的才看得出是腰带 那再来我们做它的鞋子 鞋子 搓水滴 就是这样水滴形 刚刚我们那个 压模子的时候 然后那个脚 我们有剪开 所以这一条线就会很漂亮 你如果没有先剪开的话 这一条线就模模糊糊了 这个女生 你要说是脚 要说是鞋子 都可以 给它这样八字形的 确定有黏住喔 因为这个小地方 确定有黏住 做女生的裙子呢 要薄 然后又可以打折 打折纹 那这个图 拿到图的时候 你先搓长压扁 然后再擀薄 那你擀的时候 也不能一口气就要擀得很薄 你还是要换边 就像我们做水饺皮 都要一直换边 换边 不然它还是会黏住的喔 这个已经很好拿起来了 你这样子擀薄 要换边 拿起来以后要换边 连续擀几次 要擀到你觉得薄薄的 打起折纹来才漂亮的时候 你才不用再擀 那这个 用切线器 把这个裙子擀好 要擀好 多的呢 赶快收在那个 狮子巾盖住 这个没有擀好 再给它修好 如果土太软粘的时候 它还是会破 那你有关系 这个就藏在里面了 土太软的时候 不适合擀裙子 你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硬 我不喜欢做太软粘的粘土 像那个 那个 什么 树枝土超轻土 那个我不会做 好 你就这样子粘上去 粘上去以后呢 你一定要修饰 沾一点水把它粘得更好 这个边边要修饰 这个下面都要修饰 做双手 双手 你就是土要戳得细细长长的 那这个是两头尖 那取这两边的 取这两边的 尖的地方 这个这样凹起来 然后这个手掌 这个手掌这样弯 我这个如果太长 从这边剪掉 就这样 黏住 凹起来 这个是他的另外这一手 如果太长了 你就把它剪掉 他侧面的 所以往这个地方 看他脸的方向 身体的方向 所以这里要这样子 女生的手比较细 你先这样子弯好 弯好 然后再放上去 再往肩膀这里放上去 再往肩膀这里放上去 然后手掌 两个手掌给他 有一点合起来 这样子两只手都放好 男生的领子搓细长 然后你可以给他压扁 压扁以后呢 再把它擀薄一点 这个要拿起来 然后你这样子 前后都要藏起来 前后这个前后左右 要藏起来 然后打折 我们的图可以很随性的做 然后你沾一点水 往这个脖子这里 脖子 它领子就是在脖子下面嘛 然后你就这样粘住 你有沾水 它就会粘得很好 你有沾水就会粘得很好 领子就是一块 很像月亮形的 薄薄的 薄薄的 你要两只手都盖得住 这个盖不住就还要再捏一下 再捏薄 两只手 两个肩膀都要盖得住 要薄得住 薄住 它的肩膀 然后 中间往这里 然后分开来 脸子这样分开来 才好看 然后你手这时候可以往这里 稍微沾一点水压一下 这个男生也一样 这个手可以这样靠着 靠着 直接用最细的笔 最细的笔 沾这个粉红色的压克力颜料 这个是压克力颜料 直接这样沾 然后就是往它的嘴巴的洞 擦粉红色的 擦粉红色的 然后这个两个腮红 淡淡的刷一下 如果你用的时候 你在做的时候 如果擦太多的什么婴儿油 什么油 那这个时候你擦颜色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上色了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都没有在擦什么油 也不太爱用浆糊 这个都是我们黏土的特色 这个眼睛呢 这边有一条凹痕 凹痕 你就往那个凹痕的 凹的地方 点眼睛 点上去 就是这样子 捏薄薄的土 土黄色的土 做头发 然后你一捏薄以后 你就剪 剪条状 剪了以后 这个 这个要剪掉 然后沾一点水 因为这个头已经干了 这个是要头要干了才能做 然后把这个头发包住 包住以后呢 你这个地方多的要切掉 然后这边头发 刮一些纹路 再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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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多的你可以塞到看不够的地方在塞 女生一样的 就是剪好了以后 这个后面这边要补那个头发的纹路 然后这个前面刘海的地方给它 剥翘起来 翘起来 要看到一点点眼睛 那女生呢 长头发 所以你这边还要再补 这个 这个长头发这里要 要再补 你这个要沾水 沾水它就粘住了 这个要补 长头发 你要调整好 这个光圈呢 你要趁头发的土还湿湿的时候 赶快把这个光圈 已经干的光圈 这个是叶银光土的 把它重重的压住 就是用力的把它压住 它干了以后就粘得很好 可是你这个头发一定要湿的 如果这个头发都已经干了 这个也干了 那你一定就是一定要沾浆糊了 这样子 拔下来的时候用美工刀 用美工刀这样子 刮起来 刮起来 刮起来以后呢 你还是这个 这个有一点 不太干净的 你还是要剪 剪一点修饰一下 也是要修饰一下 这样子 好 我还是要剪掉它 我还是要剪掉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